新月开始带您来看到中国维权律师陈光诚 今天前往立法院发表演说 会上陈光诚感谢立法院去年提出关注中国4000名良心犯的提案 同时呼吁各界持续为中国人权努力 在众多媒体镜头前 陈光诚步入立法院展开在台湾国会的演说 陈光诚是第一位在台湾最高民意殿堂演说的中国维权人士 与会的立法委员特地送上去年通过多处政府 关注4000名中国良心犯名单的提案 彰显台湾国会关注中国人权 陈光诚加油 台湾的民主对大陆民主化意义重大 大陆公民正在迅速的觉醒 逐步的战胜心中的恐惧 陈光诚随后到议场 观摩议事运作 正巧碰上临时院会 在野立委抗议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 与执政党立委上演争夺主席台大战 现场立委也隔空喊口号 参应人权后续成光诚 支持自由民主 支持自由民主 隔着玻璃帷幕 透过旁人解说 对于立委在台上推挤 陈光诚有另一番见解 人权温水 民主加油 宁可让他们在立法院里去推散 也不要让坦克开上大陆 开上广场 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去对比 台湾国会邀请中国维权律师 见证民主 也体验台湾国会的特色 新唐人演的电视 如天长 柳兹营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